我不会去埋怨说我的过去 但是我也不会让下一个人 去成为下一个议题 11岁开始做 12岁正式成立 那时候是因为爸爸 就是受伤倒下的时候 申请不到社会福利啊 低收等等的 然后我只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很饿 然后也没有东西吃 我们只能去吃人家不要的食物啊 那个厨余桶里面 可能是干倒下来的食物这样子 然后就要不然就是从马路上的缝缝 会有一块钱啊几块钱 我们会拿钱起来存起来 然后凑到十块钱的时候就可以买面包这样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阿姨来 就说我要把小朋友全部带着 然后就只留下两个 就是我跟我姐姐 所以我就很舍不得 我想说为什么要带走 难道穷就真的 连小朋友都不能养吗 所以直到一个老人协会的介入 就说你们不帮我来帮 然后就带着那个 筹口袋里面掏出两千块 就是叫社工去买民生物资给我 对 然后就才成立了这间协会 就是希望我们也可以帮助 像我们一样的人 整齐良奖的 整齐良奖应该是真正让我想要确定说走上这一条路的决定是在十六十七岁 也因为淫欲不散 欠下了一百八 那然后只剩一百块的时候 我也不可能告诉妹妹讲说 姐姐我没有钱 我只能走到外面 打电话给我朋友 说你每天要贩毒的那个好做吗 有没有之内心 我就会下来 我可以做 因为我直接要用钱 然后 真正让我想走下去的动力是 是一个桃源的董事长 只是希望说 你能够继续帮这些边缘户的人争取福利 还有包括当时给我一千块的朋友 还有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那些建设局 是他们让我走上了正确的路 o Simpson 我去了 春天 不是 你们 没 看板那麼多的個案 其實會發現說 站在身上我好像彷彿看到了我的影子 我希望的是 不僅僅只是給物質的幫助 我希望的是 可以讓他們重新站起來 去接受社會 散開心房 與大家共樂 就像一位單位跟我講說 別人不幫我喇叭 這句話頭要的傳達下去 其實他有個很棒的點就是 他一直能相信他的路 我覺得做公益最大的差別 或許不是在於說你專業不專業 因為我們被迫跟了這麼多的單位合作之後 其實我們覺得專業很無情 然後他最難得的是 其實他對每個個案 他是有用同理帶入感情去做事 所以他這一點就已經很棒 然後只是很多時候他可能 因為做公益最辛苦的點 就是在沒有被看見的時候的質疑吧 然後可是我覺得他起跑點比別人低 可是他的比別人穩走的每一步 所以他要對自己更支持 我不敢講那麼的遠 以前的經歷就是讓我覺得說 明天跟意外到底是哪個先到 但是如果是短期的目標的話 我會希望說 角兒能夠被更多人幫寫 被更多人知道 這背後的故事 我也是希望角兒能夠越來越大 能夠去服務到海東檔 或者是宜蘭的洛杉磯 那也是這樣 能夠幫助到社會點擊經驗戶 然後繼續傳遞別人不幫 我拿幫這句話 減少一些像我這樣子的家庭 把 cámara進給你們 人捷運進去 之後再 год 承開 不能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